他靠写字火出圈 电影《我不是要神》 哪吒《悟空传》的海报和宣传字幕 全都出自他的手 就连很多人的手机里都在用着他创造的字体 或许你不知道他的名字 但肯定见过他的字 手术人尚微有多传奇 2017年尚微的字几乎包揽了所有的热播综艺档 甚至是商场和地铁站的每一处广告位也都有他的作品 他的字库已经发布就获得了300多万的下载量 发布三年后下载量就达到1600万 真正做到了一字千金 很多人都想象不到一个仅仅20多岁的青年 竟然有如此出色的成绩 而让他实现人生逆袭的 就是他创造的这款《汉仪尚微手书》 同样是在2017年尚微仅仅花了28天 就完成了近万字的手稿 为了完成自己的字体库 他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 整整报废了四只毛笔 用近三瓶500克的墨汁 写到整个右侧肩膀肿起 右手比左手整整大了一圈 才终于完成 而值得注意的是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完成一套这样的汉字书库 大概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 足以见得尚微的勤勉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此后尚微靠写字实现了人生逆袭 作品被广泛传播 还登上了综艺节目 真正做到了有名气也有才气 并且还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上支各大卫视的热门综艺 下支各种广告宣传海报 甚至是不少人手机里的字体 都是由尚微所创 而很快各大导演组也找上了尚微 让他帮忙创作影视标题的人落一不绝 挪扎之魔童将士的海报字体 我不是要神的手写字母 还有军师联盟的海报封面 甚至是王牌对王牌 快乐大本营等综艺节目中 也都出现了他的字体 不可否认的是尚微火了 但人红是非多 逐渐在艺术圈有了名气之后 尚微也受到了不少质疑 与传统的书法作品不同 尚微的字体笔画十分张扬 也非常具有个性 非常适合设计和美术作品 但是却不被传统书法迷们接受 他们觉得尚微的字 根本不能被称之为书法 与古代的艺术作品差得太远 也会影响很多人对传统书法的审美 更有甚者 直接用他创造的字体对其进行辱骂 将他的作品称之为瞎图瞎且 不可否认的是 每个人的作品中多多少少都能代表作者 想要表达的内涵和情绪 但既然尚微手书如此受欢迎 就不应该被贬低的一文不止 于是为了直免那些将他的字体 称为江湖帖的质疑 尚微索性又推出了全新的 汉仪尚微江湖帖 不为别的就为自己争一口气 其实尚微早就说过 他其实在心里无比尊重 每一位前辈书法家 也不敢称自己的创作为书法 因为他之所以能创作出属于自己的字体库 正是取决于他二十年如一日对书法的喜爱 从月薪两千三的落榜学渣 到人生逆袭实现财务自由 被书法弥骂成了千古罪人的尚微 到底什么来头 六岁开始学习书法 二十六岁创作出了 强无古人的手书字体库 尚微绝对可以被称之为青年才俊 但其实靠鞋子来吃饭 最开始其实是逼不得已 尚微的青春经历与大多数人相似 唯一不同的是 他经历过三次高考 最开始的尚微并不知道 读书有什么妙用 于是高中三年 他都在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还经常打架旷课 于是第一次高考时 他自然而然地就落榜了 但遗憾的是 这次的落榜并未对他产生任何警醒 他依然觉得无所谓 只是没考上大学而已 于是心态的不正确 也导致了他第二代高考失败 不过这一次 他的专业课考得不错 收到了一所专业艺术类大学的合格证 因此第二年复读失利后 年少轻狂的尚微 自以为有遗迹之成 就可以以此养活自己 便拿着自己的一张 一考合格证 加入了北漂大军 骗家人说 自己考上了大学 来到北京之后 尚微顺利地找到一间画室待课 可没想到 很快这家画室 就因为没有招到学生 倒闭了 于是走投无路的他只能跑到路边 为别人画五块钱一张的速写 晚上只能睡在东芝门的一个桥洞下面 工作无法糊口 受够了日晒雨林 最终他不得不打道回府 但清醒的是 这一次他终于清醒过来 拼了命的读书 最终以全省第二的专业课成绩 考上了燕山大学的设计专业 大学毕业后 尚微如愿进入了一家顶尖的设计公司 这里人才济济 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但唯一不足的是 内卷太过严重 他每天拿着不到三千块的月薪 加着无休止的班 最长的一次 他连续加班加了三个月 每天都要到凌晨两三点 最晚的时候 甚至要到凌晨五点 那时候 他租住在北京北四环边上 一间不足九平米的房子里 月薪到手两千三 房租就要花掉一千九百八 根本养活不起自己 仅仅一年时间 他就花光了所有积蓄 看似干着体面的工作 实则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 于是他还是选择了辞职 辞职的时候 公司的主管还一度质疑他说 他说你离开 就是这个公司 你在北京怎么养活自己 你养活得起自己 也正是因为这句话 成了他很长时间 拼命努力的动力 只是为了证明 自己辞职之后 可以在北京活得更好 其实上威大学学习的专业 是产品设计 工作之后 他经常会在做图时 找不到自己想用的字体 只能自己先手写之后 再抠成电子版 有了这一经历之后 尚威便萌生了 想要创造自己的字库的想法 于是便诞生了那套 汉仪尚威手书 对别人来说 艺术是人生追求 但是对尚威来说 在那一刻 写字早已变成了他谋生的手段 可惜的是 尚威凭借着这套字体一战成名 但仅仅活到30岁的年纪 就英年早逝 他是徐征电影 《我不是药神》的御用设计师 从在8分钟之内 搞定导演文木也 却在30岁时 英年早逝 尚威到底经历了什么 除了《哪吒无名之辈》 《悟空传》等作品创作海报 尚威还在2018年 为《我不是药神》 定制了手写字幕 也正是在他字体加持下 《我不是药神》 突破了30多亿的票房 当初电影剧组 邀请他定制手写字幕时 尚威一个人待在观影室里 看完了整部电影 见到导演文木也后 两人紧聊了8分钟 就把整个方案定了下来 于是便有了 《我不是药神》中 看似平淡 但又浓厚深刻的字体 尽管尚威的字体早已出圈 找上他的合作商 也应接不暇 外界都称他为艺术家 但他却只敢称 自己为字体设计师 始终不敢将自己的作品 定义为书法 因为他觉得 书法的层面太高级了 自己达不到 他会经常在社交平台 分享自己设计的字体 赢得了不少人的喜欢 而他每次钻研出的新风格 也都能得到甲方的喜欢 基本上一搞就过 尽管才华独具 但是尚威并没有迷失自己 在第一套手书创作出来之后 尚威又接连创作出了 汉仪尚威魔方体 仪尚威清茶体 汉仪尚威流云体等等 不同风格 也有着不同的特点 作为行业的开拓者 也为了能帮这个行业再做些什么 尚威开始疯狂尝试 挖掘各种新的可能性 花了五年时间他就创作出了 二十多套手写字体库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纵观历史上的名家大师 都是因为足够热爱 勤于思考和简出 才取得了普通人难以想象的成就 而这一点尚威就做到了 也许他的作品不能被称之为书法 但是历史上有个人风格的书法家那么多 基于博大精深的文字基础 进行更有意思的创作 对文化传播也有很大的贡献 尚威的作品也可以称为传统与现代艺术的碰撞 最近人教版插图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引起了全体网友的震怒 不仅丑化国人 还有着很多的不良暗示 而这样的教材竟然使用了近十年时间 足以见得艺术圈的混乱 像尚威这样 为自己的作品付出全部心血 为了自己的爱好能坚持这么多年的艺术家 相比之下 简直太值得赞扬 可惜的是天度英才 尚威因车祸不幸离世 也无法再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但幸运的是 至今还有不少人在使用着他的作品 人间还有着他的足迹 希望他的作品可以一直流传